好幾年前台灣有發生過 就是很多消防員殉職的這樣的活警 那時候看了相關的深入報導 就感觸很深 所以就會想拍攝一個就是 台灣消防員的故事 希望可以讓更多人來了解 這樣一群出生入死 然後冒險搶救人民的這樣的一個 消防員的故事 就是從田野調查時期 那我跟編劇夥伴就有去 不同的消防分隊去蹲點 然後實際觀摩和見習他們真正的工作 其實我覺得可以接這個角色 是真的非常的榮幸 然後其實我們都是演員 我們在演藝消防員 但這卻是消防員的日常 他們離生死非常的接近 我覺得我們每個人的歲月情好 都是由他們在背後默默的守護著我們 所以我覺得接這個角色使命感非常的大 希望大家都能夠藉由這個角色 這個故事 然後給消防員更多的尊重跟鼓勵 我舉一個例子 我記得我在拍這個戲的過程當中 參加一場活動 那活動的廠商的快期 他不然跑來跟我說 他先生是小朋友 然後他跟我說 他先生錦磚畢業之後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辛漢隧道處理一個車禍事件 要把那個車子直檢移動 把人拖出來 他說現場那個人當場是抱頭 已經過世了 然後他說他先生第一份工作是這個 然後但是他很有熱忱 接下來他去參加特殊隊 講一講他就眼淚就泛黃 他說小孩子成長過程他都沒參與 但是最後一句話他非常感動 他跟我說 可是我覺得我以我老公為教 當他在跟我講說 我整個雞皮疙瘩都 都輸起來 我就真的覺得 有時候家卷面臨的壓力 比我們在第一線還要強大 你太衰了吧 而且我最近已經連續三次大便池 緊緊想 今天是哪個菜鳥在那邊 靠腰很無聊的 是你還是小高 沒有 同梯菜鳥聚在一起 很恐怖耶 謝忻哥 是誰買蛋糕 全部都鳳梨耶 他都差代曬啊 平洋代曬啦 學長你那一隻借我一下好不好 你要借哪一隻 我知道那個地方早晚會出事 我不能在他們最需要我的時候 丟下他們 我知道這件事情有困難 那就是我想做的事 我不是為他們的感謝而救他們的 我不是為他們的 男人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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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今天只有一個人 那可能可以幫助五個人 而這五個人之後 可以幫助更多人 那這個世界就會不一樣了 那這個世界就會不一樣了 公司 是